韩七座佛教古沙被列世界文化遗产现有一三处世界遗产 查探树林 据韩联社30日报道,韩国申报的七座寺庙当天在巴林首都麦那麦召开的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这七座寺院分别为梁山通渡寺、荣州福石寺、鲍恩法柱寺、海南大兴寺、安东凤亭寺、宫州马谷寺、顺天仙岩寺 据报道,此前,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建议将通渡寺、福石寺、法柱寺和大兴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而针对其余三座寺提出保留意线,理由为其位充分显示历史的重要性 然而世界遗产委员会二一个会员国一致认为 上述的七座寺庙同时入仪才能切实展示遗产的价值 因此七座寺庙全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审查结果出炉后 韩国政府为了能让七座寺庙全部入仪 同世界遗产委员会各会员国展开积极交涉 包括中国在内的会员国均对此表示了同意 报道称 韩国的山寺在七到九世纪建成 保持信仰、修行、生活的增和特性 符合座位世界遗产应有的必须条件 突出的普遍价值 OEV 在个别遗产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保存管理计划方面也获得了认可 韩国文化财厅、文物局、相关人士表示 中央地方政府、大韩佛教曹西宗其心协力获得了身移成功的成果 今后将尽全力携手相关机构 更好的保存山寺拥有的世界遗产价值 韩国2016年和去年魏书院和首尔汉阳都成身移 但均因为得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好评而撤回申请 随住此次七座寺庙的成功入宜 韩国拥有佛国寺、海印寺藏经板殿、石窟庵、宗庙、昌德宫、水源华城、南韩山城等共13处世界遗产 留言 斜杠form 查看所有留言